什么是风湿寒性关节痛 李军风湿免疫关节脚情科 主任医师 风湿寒性关节痛 我想这个名称可能是一个通俗的讲法 可能就是说关节的疼痛可能跟风寒 天气的变化 或者是潮湿引起来的 所以可能是一个隆统 在我们临床概念中 可能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关节疾病的成为 可能在临床 这样的病人临床 医生可能要通过文诊 通过一些影像学或者实验室的检查结果 来判断到底它是哪一类的关节疾病 那么如果说是很明确 在生活中它是跟阴冷潮湿分寒相关的 那我想预防的方法自然也是以保暖 干燥减少阴冷刺激 为预防的首要考虑的因素 常见的可能跟我们骨性的关节炎 内风式性的关节炎 甚至风湿热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确诊了内风式性关节炎疾病 一定要长期的就诊 或者是随访用药治疗 专家提示 一风湿含性关节痛是一个通俗讲法 患者的关节出现疼痛的表现可能跟风寒天气的变化有关或者是潮湿引起来的 二可能要通过影像学或者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来判断患者是哪一类关节疾病 三如果很明确是根阴冷 潮湿风寒相关 患者可以通过保暖 干燥减少阴冷刺激等来预防 四可能根骨性的关节炎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甚至风湿热有关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